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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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你們好 又是卡洛斯 每年開學時會有很多 新入行的D&T老師 來問我問題 卡洛斯有沒有一些好玩 又能學到東西的工藝雜作 可以介紹給我們 讓我們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沒錯 我們的U4 現在的名稱叫做設計與科技 但很久之前 我們的科目的名稱叫做設計與工藝 所以科目中的課題 有不少是有工藝的元素 所以學生在學習設計之前 如果能夠先懂得工藝的知識 是會有助於他們 將來學習設計 不如今天在這裡我介紹給大家 幾種很傳統的手工藝雜作 讓大家一邊在工廠提升 學生的安全意識 也可以同時教他們一些手工具 和機器的使用 不過我要介紹的習作 就是給中一同學做的一個木製筆佐 這個筆佐應用的程度 就是用來插一兩支筆 材料方面 只需要一條50mm的木方 找出中心 在中間轉一個30mm直徑的大孔就可以了 松木就是一種軟木 50mm買回來的木方很長 所以我們要鋸出80mm的高度 畫線方面 就要使用角尺來幫忙 大家無論用金弓的直角尺 或者木弓的直角尺 都是可以的 沿著木方的四邊畫線 如果畫得好的話 畫完四邊之後 線條應該會相遇的 之後就要把木方夾在木工虎鉗上面 使用插手的木工具去切割 傳統的木工工場就會使用西式的筍鋸 我自己就喜歡用這種日式的手工具 用法都差不多 不過要注意的就是這種鋸 鋸刺是向後的 所以鋸的時候必須要向後用力 鋸到快要斷的時候 就應該放慢速度 條件許可的話 可以教學生 使用沙子機去打磨剛才的切割口 自然使用的時候要穿上圍巾 戴好護眼罩和口罩 打磨完畢之後 下一個步驟就是在橫切面 將對角連成對角線 兩條對角線相交的地方 就是這個橫切面的中心點 轉孔之前要打中心充 傳統的中心充是用鋸 而我這種新式的中心充 只需要用力按下去就可以打到中心 去到鑽床那裡 用手鉗夾好木方 安裝好30直徑的平底鑽床 拉下板手對好中心點 就可以開機開始轉孔了 孔鑽幾深其實就很隨意的 在這裡我們會把孔鑽到70mm的深度 然後就關機打開虎鉗取出成品 最後再用木工生紙 打磨所有的圓角 一個實用的松木筆阻就完成了 第二個我要介紹的集作 就是給中二同學做的一個手機支架 用的材料是阿加的膠片 為中二同學這個可以變成一個設計集作 即是說每個同學可以用不同方法去屈接膠片 但無論你的設計是怎樣的 都是要先畫線 我給的膠片就是長200mm x 290mm 同學可以根據自己的設計 採用各斜去幫忙 畫上垂直的接線 之後可以採用設計科技室裡面的調狀發熱器 去加熱需要屈接的線條 一般加熱到170度已經可以屈接了 由於調狀發熱器所加熱的面積都比較大 所以屈接完要等一段時間才會冷卻 未冷卻完就不要鬆手 否則阿加的膠片會反彈還原之前的狀態 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這種發劫式的阿加的節彎器 打開電源等它加熱一會 之後只需要把它夾住要屈接的線條 由於加熱的面積小 所以只需要數十聲的計時 就已經可以屈接了 同樣因為加熱的面積小 所以很快就可以冷卻成型了 之後我們還可以教學生 想用水磨砂紙打磨一下圓角 就變成一個非常實用的手機支架 輪到今天要介紹的第三個雜作 而掛三勾的雜作是給中三同學的 由於採用了一塊木塊和一條鋁條作為材料 所以是需要組合的 而組合方面可以用螺絲 或者用拉釘也可以 木塊方面是一塊50mm x 60mm x 10mm x 10mm 的花里木 以及一條10mm x 70mm 厚 3mm 的鋁條 製作方面我們可以先在鋁條上面打兩個中心充 然後就可以去到鑽床 然後就可以去到鑽床 轉兩個直徑4mm 的孔 之後可以使用鐵針 或者一條鐵通作為模具 利用金弓鐵錘 拋打鋁條的末端 直至鋁條形成一個半圓的形狀 成型之後 我們可以用水磨砂紙 將鋁條的表面打磨光滑 至於木塊方面 處理很簡單 有需要的 可以將砂紙機的平台設定為45度 將木塊的四邊打磨成45度的斜角 將已經成型的鋁條碰合木塊 穿過兩個小孔打中心充 再使用手定轉 在木塊上面轉出兩個直徑4mm的孔 只需要轉孔位置準確 我們就可以將拉釘 同時穿過鋁條和木塊 之後使用拉釘槍 重複幾下 就可以將拉釘的無端拉爆 拉完之後 記得打開拉釘槍 套出一條中心條 只需要拉上兩個拉釘 整個掛三勾就已經完成了 大家可以用雙面膠質 將它貼在工場任何地方 跨維菌也可以 跨毛巾也可以 跨維菌也可以 今天我介紹了三樣雜作的成品 不單止是實用 而且涵括了不同材料的應用 包括軟木、硬木、塑膠、金屬等等 期望可以幫到老師和同學 漸漸適應工場裡的生活 懂得安全地使用工具和機器 學得安心、學得放心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